我认识主席40多年了 40多年 他能够有今天是一定的 但是他已经在三季16年多了 把差不多很长的时间放在三季 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是对的 我们一定支持他 他是一个很讲心意的人 跟很喜欢伴助人家 我们从40多年前就认识到今天 他要是把他的这个精神 用在事业上不得了 他在新加坡是数一数二的大富 很温情 很温情 来的都是很多老朋友 很温情 所以我觉得我很想出席他的 我后天就飞了 今天能够出席是我的运局 这是很好的壮举 这个慈善活动 能够激发人的心情 都为慈善做一点贡献 是很有意义的 我讲过 做顺发应该 古无前者后无来人的大慈善家 一心意义为慈善做出终生的贡献 不计个人的健康跟事业 所以有一点要奉献都顺发 要把健康放在第一 慈善放在第二 有了健康才有慈善 我认识主席十多年了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心做每一件事情的人 讲究细节 他是很有爱心 他帮了太多太多人了 他也帮了我很多 所以我觉得 我总办这个筹款是能够回馈 也能够感恩他一直来一直支持我 一直帮我 如果我被点名 当然我还会继续担任 那个是亦不容许 因为我觉得能够抛装引力 那么能够希望更多人参与 那么更多人来自告奋勇 来主持这个节目 善与国同在 既与民同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三级 由主持啊 祖宋华 他一直做得很好 以前 以前早期是 几十年了 我们的这个三级医生 后来我们请周宋华进来 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三级医生 这个 计划发展起来 更大 以前我们三级才有一间 所以有人祖宋华进来 现在十几间 四四间还是五间间 我们三级有间呢 他贡献 他做得很好 我很佩服 三级的义务执行主席 周顺发先生 他真的是 百分百的为慈善 所以他的这个赛举啊 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只要是有三级的地方 只要他叫我的话 我一定义不容辞 一起来 那希望大家 一起来支持三级 三级加油 再见